啊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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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兔子 你在唱歌吗 什么小兔子 说话真没礼貌 我是桃花村第一美女兔桃桃 你是谁呀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呢 他叫阿太虎 他和他的爸爸妈妈前两天刚搬进我们的桃花村 校长说以后让阿太和我们一起上学 原来是只老虎呀 我可不是普通的老虎 我是滑南虎 不过我爸爸说 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后的滑南虎了 其他的同类不是被关在动物园里 就是被坏人杀害了 啊 真可怜 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了 阿太 你放心 我们桃花村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都是神仙 坏人不敢来伤害你们的 说的对 以后我们大家就是好朋友了 你有什么事 我们都会帮你的 呵呵 谢谢你们对我真好 对了 桃桃 你刚才在干什么呀 不是快开学了吗 我想把汉语拼音复习一下 汉语拼音是什么呀 你不知道汉语拼音 娃娃那可怎么办 他连拼音都没学过 以后怎么读课文学生字啊 是个难题 嗯 要不这样吧 反正离开学还有几天呢 涛涛 我们一起来叫阿太学习拼音吧 顺便自己也能复习一遍 好啊 从哪开始讲起呢 嗯 嗯 这么说吧 阿太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叫做拼音王国 拼音王国中有很多的拼音 认识他们了 你就能识字读书 还会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 真的啊 那我一定好好学 拼音王国中有三大家族 他们分别是生母 孕母 和整体认读音节 阿太 今天先教你几个孕母吧 阿太 你刚才看到涛涛的时候 以为她在唱歌 其实她是在发孕母阿的音 你看这就是阿 发这个音的时候要张大嘴巴 阿 我名字里也有一个阿 就是这个阿吗 当然不是了 不过他们有联系 你名字里的阿是汉字阿 而这个阿是拼音 它是用来标明汉字读音的 哦 那桃桃 我记得你当时说的 好像还有阿阿什么的 是阿阿阿阿 为什么这个阿还有四顶帽子呀 四顶帽子 还真像 不过他们正确的名称是声调 普通话里一共有四个声调 这是第一声 朗读时 起音高高一路平 阿阿 这是第二声 朗读的时候由低到高往上升 阿阿 这是第三声 朗读的时候要先降 然后再升起 阿阿阿 这是第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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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的时候从高降到最底层 阿阿阿 正好玩 我也来试试 起音高高一路平 阿阿 由低到高往上升 阿阿 先降 然后再升起 阿阿阿 从高降到最底层 阿阿阿 看不出你虎头虎脑的 学的还挺快嘛 既然你已经会读了 接下来我教你写吧 写我也会呀 不就是圈圈加个小尾巴吗 什么呀 拼音是要写在拼音阁里的 拼音阁由四条线组成 分上阁中阁下阁 阿写在中阁里 写的时候要注意 先写左半圆 再写竖右弯 两笔写成 对了 还有声调符号 声调符号 要写在上阁里拼音的正上方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阿太 你看那是什么 鸡啊 它是你亲戚 你说什么 你不也是鸡嘛 所以我以为 谁跟你说我是鸡了 我是碧方 碧方 没听说过 是啥东西啊 碧方是啥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你就记住 窝窝是碧方就行了 不能说它长得像鸡 不好意思 我以后记住了 你是碧方 那你让我看那只鸡干什么呀 哼 你知道公鸡是怎么打鸣的吗 这谁不知道呀 哦哦哦 咦 这就是我教你的第二个单韵母 它的发音和公鸡打鸣的声音类似 读哦 阿太 发这个音的时候 要记得把嘴巴拢圆 我们刚才学过声调了 你能读读哦的四个声调吗 嗯 嗯 起音高高 什么来着 哦 哎呀 原来你学得快 旺的也快呀 你不用非得死记硬背那四句口诀 记住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匠就行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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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对了 阿太 你在拼音格里写一写哦吧 嗯 这个哦 应该就是一个圈圈吧 是不是也写在中格 上格是声调符号 完全正确 我来教你下一个拼音字母 阿太 这儿有一只鹅 你看它的倒影像什么 像 像 一个半圆中间多了一横 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三个拼音字母 鹅 读鹅的时候嘴巴要扁扁的 书写鹅 不能分两笔 要从里面起笔 一笔写成 四声调我会读 是不是 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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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这回阿太 是真的学会了 好了 今天 先教给你这三个拼音字母吧 回去 你要好好复习 不要忘记了 嗯 太谢谢你们了 这么尽心帮我 我一定好好努力 嘿嘿 我突然想到 可以把你们俩和今天学到的内容 编成一个童话故事 要不要我说给你们听听 你还会编故事 故事里还有我和桃桃 有意思 说来听听 房前有一个美丽的村庄 那里有绿绿的草地和青青的小溪 一天太阳公公还没爬上山坡 既漂亮又聪明的兔桃桃 就站在小溪边唱起了阿字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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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真动听 一只火窝窝听到了 也跟着唱了起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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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优美的歌声引来了大白鹅 大白鹅在水中翩翩起舞 我就是既漂亮又聪明的桃桃 阿泰你这个故事我喜欢 嘿嘿嘿嘿 阿泰虎 你什么意思 把桃桃说的那么好 到我这儿就是一只火窝窝 你是不是又把我当成公鸡了 啊 我我我这么说了吗 你就是这么说的 我好心好意的教你拼音 你却这么亡恩负义 哼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你长得是很像鸡嘛 而且是一只会冒火的火鸡 什么 啊我什么也没说 那个时候不早了 我要回家吃饭去了 涛涛明天见 不许跑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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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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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